首次试射洲际导弹 引发国际各方的强烈关注 这是朝鲜今年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 他竟认为在美国独立日之际 和20国际屯峰会前夕试射 朝鲜此举可能会给人们紧张的半岛局势 再添新变数 朝鲜导弹发射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立即回应 朝鲜刚又发射了一枚导弹 这家伙没别的事好干吗 很难相信韩国和日本 还能容忍这种情况多久 上周特朗普就在 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务时公开表示 与朝鲜保持战略性忍耐的时代已经结束 我们的耐心已经耗尽 特朗普在推特上还再次呼吁中国 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 而他5月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曾表示 不会就朝鲜问题划红线 但如果有必要将直接行动 特朗普政府认为 朝鲜现在已经基本上掌握了 威胁美国本土的能力 因此朝鲜核问题必须要解决了 所以说到目前为止 特朗普政府仍然是制定于 给朝鲜施加这种压力 所以说呢现在 虽然我们从没有看到 这个美国立即给朝鲜核举 其实行动的这种影响 但是更不排除 美国突然被朝鲜核打去 值得注意的是 朝鲜再次发射导弹 正值美国独立日 此前朝鲜发射导弹 也曾选择在美国假期期间 对此美国社会普遍认为 此举针对的就是特朗普 美国智库詹姆斯马丁 防扩散研究中心研究员科顿表示 朝鲜今天试涉是有意为之 尽管现在无法判断 朝鲜的真实意图 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已经在相关访谈中 直接打上朝鲜试涉 可能有意针对 特朗普参会G20的标题 韩国方面 总统文在寅下令 紧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这也是文在寅上任两个月以来 朝鲜第六次发射导弹 就在三天前 文在寅刚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确认就朝鲜核问题展开合作 奔促朝方做出战略选择 韩联社的报道称 文在寅就朝方再次试射导弹 深表失望和遗憾 在一个小时的会议中 文在寅批评朝鲜的挑衅 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公然排斥国际社会的一再警告 推进燃料来看 朝鲜导弹家族主要分为 火星和北极星两大为人 彼此之间最大的区别 则在于前者采用硬的燃料 而后者则采用固体燃料 这一次朝鲜宣布成功试射导弹的 关键之处算是准确命中的 朝鲜公海上的预射目标 咱们简短的一句话 如果属实 就表明朝鲜已经成功掌握了 周期导弹所需的技术 表面上来看是一名精燃 实则也是存在必然性 分析在为 从最近几次朝鲜发射的 中短程导弹来看 只是为了测试 弹的导弹相关技术的掌握情况 而非具体导弹性 其中之后 弹头载住大气层的技术 弹头出入大气层时 飞行速度会达到每秒5000米至8000米 弹头表面的温度 达到8000到12000摄氏 即使是在附上一层耐高温 稍时的保护层 也难免被入控化 弹头载住烧试过程中 必须烧试率低 稍时均匀对称 才能保持两行的气候危险 去年朝鲜曾使用火箭发动机 对模拟弹头进行喷射 以模拟载住过程中 弹头与大气摩擦产生的高温高热 模拟弹头成功承受了5倍载住温度 今年5月22号朝鲜 用北极星2中程弹导弹 进行高弹头试验 则被认为是弹头载住技术的实战建议 从外北极星2才肩负了 为朝鲜未来周期导弹储备技术的功能 尤其是它携带的固体燃料非常重要 相比液体燃料导弹 固体燃料导弹发射速度快得多 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完成发射 而如何确保燃料在弹体内 慢慢地燃烧 而不是直接炸成一个巨大的烟花 则存在很大的技术难度 不过与朝鲜磯磯磯磯的 液体燃料导弹的导弹研制相比 其固体燃料导弹研制的速度和成功率 则是相当之惊人 美韩军方初步认为 朝鲜此次射弹取得成功 美韩军方正在对朝鲜弹道导弹的最高高度 飞行距离进行分析 美韩军方分析人士表示 朝鲜发射的导弹用37分钟飞行了930公里 优斯科学家联盟的全球安全项目联合主任 大卑怀特表示 如果照标准飞行轨迹来衡量的话 这样的导弹最大飞行距离可达6700公里 他在博文中指出 这样的飞行距离尚不足以达到美国本土南部48州 也达不到夏威夷州规模较大的岛 但确实能达到阿拉斯加 米德布雷国际研究学院的东亚防扩散项目主任 杰弗里·刘易斯表示 朝鲜这次试射的导弹 看起来像是其发射的最远距离导弹 这枚导弹飞行的时间比较长 比较符合以阿拉斯加或夏威夷为目标的 洲际导弹的特征 他说即便这枚导弹只能飞7000公里 这也是一件大事 距离射程1万公里 能打击纽约的导弹不远了 如果是按美国的一个标准的话 它是5500 就应该算是洲际弹导弹导弹 这个实际上 它也可以看出来几个突破 就是说 它的大推力的这种火箭发动机 得到了很大的技术突破 第二个就是说 它的一个火箭分离技术 也是得到了很大的一个考验 朝鲜这些年 它们好压在一个弹导弹上 可以看出来 它现在的进步确实是非常快 你能够